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眼探光明 逆向寻真理 欢迎来到飞与网络培训 我是任鸟飞 第十一节 有符号和无符号的区别 以及强制转换类型 在三十课呢 我们已经学习完了数据类型 还包含一个补充的支点 我们没有讲解 就是有符号和无符号的区别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代码 然后通过一段代码 来了解什么是有符号 什么是无符号 稍微有点慢啊 我们先把上几颗的代码删掉啊 然后呢我们重新写一段代码出来 首先呢我们先去写一个这个 那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的含义啊 就是代表的是无符号的意思啊 这个单词呢代表是无号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呢 对它有一个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调试输出 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区别 这里面我们有两个变量啊 一个是无符号的差形A 它等于198 这里面是正常的一个差形B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58 -58 然后呢我们把它们两个 同时的都调试输出出来 Grant F 我们让它输出A 然后输出B 输出这两个我们想得到的一个结果 看看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让它中间呢 有一点点的空余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F5来看一眼啊 那结果应该是跟我们想象的应该是一样的啊 就是输出的一个198跟一个-58 我们看是不是啊 啊果然是的 198跟-58 这里面呢我们 设置了两个这个局务变量 然后呢让它输出了一个结果 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但是啊 我们说它输出的结果是这个正确的 然后呢我们到内存中来看一看 这个A等198它在内存中是一个怎样的存放的形式 然后这个B啊 它在这个是等于-58 它在内存中是怎样的一个储存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在内存的里面 它只有0跟1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它只能是存放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说这个负号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不管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下一个断点 然后呢点F5到内存中去看一眼 就知道结果了 点F5来看一眼 那点F5呢 它暂停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来到这个内存窗口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啊 A是什么东西啊 A呢 它是这是A的内存地址 那它里面只是C6啊 C6其实我们很容易的 应该知道C6的实进制就是什么 198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B啊 看看B 它又是怎么去存放的呢 看一下B啊 我们打出来这个B的地址之后呢 发现B也是C6 B也是C6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 让我们很疑惑的一个结果 就是A跟B实际情况下 在内存中它俩的值是一模一样的 啊 但是A呢 我们读出来就是198 而B呢 读出来的就是什么 F58 实际情况下 在我们前面的数据类型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有了解了 同样的一个数值 我们以不同的类型去读取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这个无符号的差形跟差呢 它你也可以理解成为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 对吧 其实本质它俩就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 那你读出来的结果当然是不同的 同样的一个C6 以这个啊 无符号的形式去读 就是198 毫无疑问嘛 无符号就是把 你把16进制直接转成十进制就好了 那普通的差形呢 它是有符号的啊 有符号的 那198读完之后呢 其实不是198 它是什么啊 -58的 -58的 那我们把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断点放开啊 断点分开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说了A跟B 它在内存的本质啊 它是一样的 都是C6 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比如说 我把B给它复制成198 我们看看输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啊 其实我们给它复制成198 在内存里面 它还是C6 对吧 我们看看 它的结果 B到底是输出什么一个东西 我们发现它输出的还是什么 负58 啊 也就是说你给它负值5 负58跟负值198 对于B来说没有影响啊 它都是 负58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 这个无符号跟有符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先明白 其实A跟B 在内存中是相同的 都是C6 对吧 你是否有符号 其实不影响它在内存的存放方式 它都是C6 只是说 你以有符号的形式读出来的时候 它是负58 你以无符号读得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198 对吧 因为内存中呢 它只有0跟1啊 它表示不了正负的 那这些什么所谓的负号啊 正号都是人为规定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负号 这个C6怎么变成负58的 这个无符号的跟有符号的到底是怎么规定啊 我们来看一眼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说无符号的一个差形 它应该什么呢 它最小值就是00 对吧 那最大值应该什么 FF 也就是所谓的255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差形能够表示的一个范围 当然我们说是无符号的情况下啊 那我们这个呢 A 它就是一个这样无符号的 它可以表示0到255的这么一个范围 那198当然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说呢 这个定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看正常的一个差形币啊 它是有符号的 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有符号的是这样定义的 从0到127 那比128个数呢 它不再是这个128了 而是什么呢 负的128啊 负的128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 如果给它负值128的话 实际情况下 它输出的应该是负128 然后呢 再往后面呢 是什么 负127啊 负126 然后呢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负1 也就是说你给它负值255 它实际情况下 输出的应该是负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 可以来验证一下 试一试啊 来验证一下 试一试 比如说我们给它负值128 看看输出的是不是负128 看一眼 负128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给它负值成255呢 它应该是负1 负1也没有任何问题 有的同学会问呢 为什么会是这么样的一个规定的方式呢 为什么128有符号了 就变成负128了 255有符号变成负1了 原因非常的简单 你可能你想不到这个原因 对吧 这个原因就是人为规定的 没有任何的理由 对吧 因为我们想要负号 它没有的 那怎么办 只能人为规定 就是人为规定 从中间砍一半 前面给你的正号 后面给你负数 对吧 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比如说198 它是怎么变成负58的 我们可以算出来的 其实很容易的算出来的 对吧 我们说198是距离128 有多远呢 70个数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从 从128的这个位置呢 是开始出现负数的 那我们先拿198减去128 就是说从负数出现开始 我们走了70个 那第一个负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负数是120 负128 每一步呢 我们加1对吧 负127负126 那加70就好了 那最终结果应该怎么样 负58 这个过程你可能不需要这么详细的算的这么准啊 你就知道这样来的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去算出来 198跟负58实际情况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想要怎么读 我在内存里老老实实的就是C6啊 你是想把我当成正号还是负号 完全认为规定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对他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有负号跟无号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区别 在以后呢 如果说出现复数的时候 你也知道是怎么来的 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呢 再来学习我们的第二个字典啊 就是说还要进行一个强制转换类型 因为在我们后面呢 其实也会频繁的用到强强制转换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啊 补充学习 首先呢 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代码 就去进行编写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个无符号的A 差型A等于198 那在这里面差型B呢 他等于负的58 我们这里面不这么写 不让他等于负是吧 我们直接让他等于A 然后呢 我们把A呢 这个无符号的强制转换成什么 差型啊 本身A是一个无符号198 我们强制给他转转成差型 就变成有符号的 那实际情况下就是相当于吧 负58又负质给了这个B 对吧 那么来看看输出结果 是不是198跟负58呢 是的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呢 当你想把一种数据类型转换成另外一种数据类型的时候 你可以把前面加上一个括号啊 然后呢 把你想转成的那个强制的类型写上去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进行一个强制的转换 那这里面呢 你不只可以写A 你还可以写198 对吧 198 当然我们可以强制的转换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前面不写这个强制转成差 这个198呀 它也会转成负58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编辑器啊 它是会自动识别的 那编辑器会识别这个198它是一个无符号的差型 对吧 而你左边的这个差呢 B呢 它是一个什么 有符号的 有符号的实际情况下 一个差型有符号是不存在198的 它的最大值是128 那它编辑器呢 会自动的帮我们转换啊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有任何转换的时候呢 你还是自己加上 尽量不用不劳烦这个编辑器 对吧 它帮我们做了 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那产生什么错误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说要自己加进去更好一些啊 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事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的看一下这个 还有怎样的一个转换的方式啊 我们说类型固然是可以这样进行强制转换的 但是呢也不是说自由自在的转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来定义一个 INT型啊 定义一个INT型 INT A等于 0X12345678啊 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 那我们说把A呢 如果说强制转换成差型 行不行 我们来试一试啊 把A强制转换成差型 其实我们这里面不写强制转换 它也会帮我们强制转换 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写写出来啊 并不是所有的时候编系都会帮我们做这件事啊 所以说我们要养成自己去转换的一个习惯 在这里面呢 我们以百号X的形式输出出来吧 啊 因为我们给的16进制啊 因为这么写呢 待会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用16进制了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啊 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 A等12345678 它是一个什么 四字节的一个数据 把四字节的数据强制转换成一字节的数据 对吧 差型是一字节的 我们说这种转换很明显看起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东西 我们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桶啊 你强制性要把它倒到100毫升的桶里面 这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把其中100毫升倒进来 另外300毫升肯定会被什么 浪费掉 那在这个C++里面呢 这种叫做被截断啊 就是说你的数据肯定会丢三分之四分之三 对吧 就要被截断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的 因为你本身就有四块蛋糕丢了三块蛋糕这很肯定不正常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非得要转一下那可以 那转一下呢 我们来预测一下输出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 输出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先来看一看一眼吧 先看一眼输出结果是否跟你想的一样啊 A 的话我们说它等于什么12345678 而B 的话它等于什么78 这都是16进制啊 那其实在我们之前学过数据类型的时候知道12345678 在内存中什么78563412它把这个数据强制的转换成1字节 那其实就是只保留了前面的第一个字节78 那么78复制给B 当你输出的时候 它是吗 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78啊 78不是78啊 16进制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虽然说可以强转化 但是类型不是随意的转换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会有这个数据丢失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 更简单的一点的一个例子哈 就是 我们来一个浮点型 浮点型A 等于333.33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整数型的 印的型的B 然后呢 我们把A呢 强制的转换成 整数型 强制的转换成整数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看看它的一个结果啊 结果 点复我来看一眼 哎 这个地方我们输出的形式不对啊 浮点型应该F 来看一眼 结果可能跟你想象的又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说 我们 浮点型 以整数型去读的时候 就读不出来什么正确的结果的 然后整数型 以浮点型 也读不出什么正确结果 但这里面强制转换 却给我们转换出来了 333.33 再转成整数 确实333 还是蛮蛮对的啊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应该这样的 333.33是一个浮点数 它被强制转换成印的型的时候 实际情况下 我们说在内存力 它们两个存放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编辑器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 它直接帮我们 比如说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它可能会是把整个这个这个数啊 浮点数啊 先压入到浮点站里面 然后呢 再再取个整 然后呢 再把整数从浮点站里取出来 然后再压到这个咱们的站里面 再把站里头数据再拿出来 再放到我们的这个 局部变量币里面 它经过了很复杂的一个运算啊 这个运算过程里面 现在不用管 后面就全都会了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转换呢 它是接近于我们现实的 因为我们说 之前是从内存的角度去看 很难的去理解啊 但是CIA家呢 它是一个高级语言 它的这个强制转换呢 你要记住一件事 跟内存中是不一样的 它会肢结的 类似于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样 把浮点数转成整数形 就肢结转成整数形了 四折五入了 转成整数形了 而不是像我们这个 这个这样的情况 它是不是四折五入的 我们还真就不知道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五 看它是四折五入 还是肢结把后面抛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是肢结抛掉啊 不是四折五入啊 肢结抛掉 对啊 就是无论你小一点 后面是多少 它肢结就不要了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然后同样它也存在一个 阶段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第一点 学会掌握这个强制转换的 这样的一个写法 另外呢 要注意 不是所有的类型都可以随意的强制转换的 那这一刻的内容呢 其实就这些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要呢 把整个的前十一刻的代码呢 简单的复习一下啊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章啊 就是这十一节 主要呢 让我们来熟悉 世界家的一些基础 掌握一些基本编程的规则 那我们来看一看 把代码重新复习一遍 那复习的代码 我们拿哪个代码当例子呢 我们就拿这个第五节的这个当例子好了 第五节的这个例子 应该是设计到我们所有的一个 就是前十一节课讲到的所有的代码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用三两分钟来复习一下 把它解压到这个打开一下啊 打开这个代码之后呢 其实我们从头的来看一下 当时在第五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的都是说啊 暂时先这么记忆就可以了 那这个课呢 我们把它从头的每一句代码都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句代码的 include 然后呢 这个投文件 对吧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使用使用这个printf 跟scanf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投文件 就好像我们在做某一项工作的时候 没有这个工具包一样啊 你想要使用这两个函数 就必须要包含它的这个投文件 有所谓的啊 你所谓的工具包 对吧 因为这个函数呢 其实它真正的写在呢 就是写在这个投文件里了 那所以说我们要包含你投文件 这是投文件的一个原因 那至于include的后面什么投文件 大家可以大可不用去强识记忆 当你忘了的时候 大不了百度一下啊 因为没有必要去 刚开始就强识记忆 什么函数包含在什么投文件里面 它忘的非常快 因为你不经常的去用 很容易就忘掉了 如果说你需要用的时候 哪怕去百度一下 当你百度第二次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就记下来了 这是第一句include的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魅函数 魅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程序 都要有个入口函数 所以说这里面 我写了一个魅函数 魅函数什么呢 包括这个魅 然后呢 这个括号啊 包括这个大括号 整个呢 就是一个魅函数的一个框架 对吧 框架 那这是魅函数 这个前面有一个印的啊 有个印的 我们说学完数据类型 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一个整数型了 那他为什么写在这个魅函数的前面 加个印的呢 这个东西呢 叫做返回值 那现在我们先不用 呃 后面还会再重新讲 这个函数 讲返回值 这里面先对 返回值有个了解 什么叫返回值呢 你去吃一顿饭 啊 你去做一件事 你去写一个作业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函数来讲啊 比如说这个魅函数 里面这一段所有的代码 就代表你在做作业的过程 这是一个魅函数 里面的整所有的代码 都可以当成你吃饭的一个过程 反正你在做一件事 魅函数也一样 他里面都是在什么 做一件事 那你做这件事 你吃这顿饭吃饱了没有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反馈 啊 反馈什么类型呢 以整数型为类型 你反馈给我一 我知道你吃饱了 反馈给我零啊 我知道你没有吃饱 对吧 你做作业完成了 给我反馈一个整数型的一 我知道你完成了 反馈一个零 我知道你作业没有完成 对吧 是这样的 他这个印太阳 代表的是一个 你反馈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你做任何一件事 可以给我个反馈 那他对应了什么 对应这个瑞特 瑞特级 就代表着你这个 反馈的这个值是级 啊 他俩是对应的 你这里面写了个印 你这反馈的时候 不能给我反馈一个一 一对吧 我要是反馈的是一个整数型 不是一个浮点型 是这样的 同样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瑞特三了 我不要反馈值 那不要反馈值呢 前面你当然也不能空着啊 我们之前学了一个数据类型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用 就是这个Void 你可以在前面加Void 告诉我 你做这件事 我不需要你反馈值啊 我给你留了个作业 你做成什么样 我不看 你给你了一块蛋糕 你吃没吃饱 我不管 我不需要反馈值 那就写个Void 当然你需要反馈值的话 就要在前面写一个 反馈值的类型 在后面加一个Return 这是必须的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下面的代码 int a int a 这是什么 这声明了一个变量 对吧 变量 之前已经学过了 然后呢 printf printf 我们已经天天用 那 显示啊 输出一个 请输入一个时间制 对吧 然后 scanf 获取我们的一个 这个 用户给我们输入一个信息 那这个scanf呢 它的后面呢 是一个什么 我们说是一个a 前面加了一个这个 save的7的这个符号啊 这个符号 其实在后面会学到 它有很多的含义 那在这里面 它是代表了什么 地址的意思 啊 反正呢 这个函数的意思 告诉我们 我们要输入一个东西 那它给我们的格式 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给哪个值 负值呢 前面必须要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取指针的一个符号的意思啊 是这个 而下面继续是printf啊 输出我们的16进程的一个答案 最后呢 这边有两个guide char啊 我们同学也刚开始也说 只是这样一个东西 没有讲它具体的一个含义 那guide char是什么含义呢 guide char是这样的啊 guide char它是在这个屏幕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guide char给去掉 看看什么样的效果啊 把guide char去掉 我们在这里面打两个 斜杠啊 两个斜杠 它会把这个代码平抵掉 就当这句没有了啊 你会发现它变成绿色的 在删掉之后 它也重新执行 我们给它 先把这两句相当于删掉了啊 点负我来看一眼 点负我呢 我们的程序一散啊 这个这个地方也没有意思啊 因为它需要我们输入一个 我们输入一个零 还没有看到它输出的结果就没有了 那这个guide char是什么呢 guide char是等我们输入回车啊 输入回车键 它就会才能继续 那我们为了可以看到前面的 普通的F输出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guide char 啊 放一个guide char 才能保证我们不点回车前 就一直能够看到 这个空台输出的一个结果 guide char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啊 那同学可能说 那你为什么写两个guide char 为什么写两个guide char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使看F的时候 使看F后面 我们比如说给这个来看一眼啊 我们再看一下使看F的时候 让我们输入一个时间字 我们输入一个16 这个时候我们要点回车对吧 啊 点回车 实际上我们点回车的时候呢 有一个guide char是帮我们吸收了这个回车符 啊 反正就注意在使看F下面多加一个guide char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整个的这个代码全理解了 啊 今天没有什么作业啊 这时候没有任何的作业 就是把这个类型转换的搞定之后呢 把整个前十一刻的代码都能看懂就可以了 那好这些时候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东哥 东哥 来尝尝我做的菜 你还会做菜 有才呀 那 我怎么也干过景色饭店呗 来尝尝吧 可是我不爱吃地质鲜啊 那你爱吃啥呀 我爱吃酱鲜的 好吧 你等等 我把辣椒和土豆肉挑出来就行了 你这是强制转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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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